凌晨一点多 人高马大的外籍男子 黑夜中站在新竹大马路中间 用身体阻挡车辆前进外 还不断大声叫嚣 外籍男子朝着一辆车吼完以后 重锤车窗 意图挥拳伤害驾驶 眼看车跑了 再转向闹第二辆 目击民众拍下闹事过程后报警 三名远警到场闻到浓浓酒味 好言相劝要男子先到路旁冷静一下 但男子还是坚持大吵大闹 最后被强制压倒在地 本所同仁到场后处立即予以保护管束 这起酒醉蓝车事件发生在12号凌晨一点多 新竹北区中正路上 中文名叫达利的外籍男子 因为喝多了 拦车又打人 脱续行为造成民众恐慌 被警方依刑法强制罪和社会法就办 TVBS新闻全市民新竹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